早安你好 歡迎收看2月13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李宜君 我們先來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今天白天的陽光露臉和昨天的天氣形態是差不多的 都是早晚溫差大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從禮拜天晚間開始 北部地區會逐漸的轉為有短暫雨的天氣 而下週一封面會通過 所以中部以北降雨的機率是相當高 天氣不穩定 我們繼續帶您一起來看到國際媒體的重要訊息 首先來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各國領導在烏克蘭達成停火協議 這次是英博廣播公司BBC的報導 烏克蘭危機各國領袖同意和平準則 接著看到大紀元時報紐約大都會版的報導 紐約僅誤殺黑人案開審 梁彼得否認全部指控 繼續看到大紀元時報台灣版的報導 高雄六期的捷運自強 法務部說明天下班之前會提出檢討報告 來看到日本朝日新聞的報導 安倍施政方針眼說想要改革農協安保法 早安新唐人首先帶您來關心 美股創下了15年高點 道琼工業指數中廠大漲110點 利多消息來自烏克蘭、俄國、法國以及德國 昨天在白俄羅斯明斯克展開的48小時會談 各方達成了停火協議 預計在15日生效 烏克蘭政府和東部清俄叛軍 必須把重兵器撤出創造安全區 對此美國表示歡迎並透露 目前還沒有決定撤回對俄國的制裁措施 國際財經焦點欠下3000億歐元債務的希臘 在G20財長會議上攤牌 希望國際債權人提供短期融資 但是並沒有被接受 尤其是德國強硬的要求希臘 必須履行前政府的紓困政策 歐盟首腦峰會12號舉行 就希臘提出的改革紓困計劃進行討論 不過整場會議無法達成共識 需要延到下週一 希臘政府提出的改革計劃 如要求歐元區會員國提供短期融資 人道援助計劃 解除尊潔政策及延緩長債等 但此種說法無法獲得歐盟等其他國際債權人的支持 其中德國態度最為強硬 原本傳出歐盟可能會同意 六個月的救助延長計劃 但德國財長蕭伯勒迅速出面否認 表示希臘如果不願意履行前任政府 2010年簽署的紓困協議 希臘的債權人們 就不會再談任何新的計劃了 這也就意味著到二月底 希臘將會面臨近百億歐元的資金缺口 眼看談判可能破局 希臘官員則揚言將轉向俄國 中國大陸 美國借錢 不過分析師認為俄羅斯 本身面臨低油價與經濟制裁問題 在希臘背棄歐盟後 銀行面臨的財務緊張 俄羅斯也沒有能力負擔 因此俄羅斯不太可能能提供希臘援助 在中國方面 中國不太可能為了希臘 踩進這場渾水 得罪歐元區其他國家 更何況中國自己也面臨 國內地方債危機的惡況 希臘的B計劃不太可能執行 新唐雅在電視國際新聞組編譯 先頭轉為台灣 我們來關心復興空難的最新狀況 在昨天下午5點20分 發現了最後一名陸籍乘客 成仁泰的遺體 搜救人員在事故地點下游2公里 也就是成功橋下2號水門附近 巡獲了遺體 這也是到目前為止 扣難搜的失蹤者是已經全部尋獲了 至於賠償金新台幣1490萬元的額度 協調會上現場罹難者家屬說不接受 富航也表示1490萬元是起點 未來會繼續協商 台灣史上第一起監獄轄持事件 高雄大寮監獄被警方重兵包圍期間 受刑人陣立的等6人 在和警察對峙了14個小時之後 引誕自盡 警方表示他們曾三度滿足這6人的需求 送酒送檳榔 但不是在喝醉的情況下開槍 他的結局真的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結局 高雄監獄夾持事件歷經14個小時 6名重犯在最後引誕致敬 認知平安獲救 救護車運送囚犯遺體 直接再往另一罐 警方透露囚犯早有死亡的決心 抱著一個死亡的這樣的一個決心 從我跟他們一開始聯絡的時候 就很明確的他們就是表達這樣的一個立場 我還是再三的跟媒體朋友表示 我們會拖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真的是非常真心的希望和平落幕 警方表示做案協商過程 讓矯正署長宣讀囚犯訴求 是因為囚犯承諾會釋放人質 但後來囚犯食言 而矯正署會送入酒及檳榔 則是憂心人質安全 用盡一切辦法 安撫他的情緒 能夠達到他的滿足點 我們盡量做 為什麼最後我們還是必須要把酒 跟這個檳榔再一次送進去 就是因為在那個情況底下 檢獄長給我的訊息就是 他已經指責他了 檢方表示沒有攻堅計畫 希望取得囚犯信任 但三次出爾反爾 加上情緒不穩定 因此沒有讓其他人再與他們接觸 檢方強調希望事件和平落幕 六人至今後 遺體已經送往殯儀館 檢方會在會同法醫前往相宴 釐清最後引誕真相 新唐人亞太電視秋天喜葉喜紅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 這起監獄撒持案是震驚社 我們帶你來看到網路上網友的反應 有網友說呢 這起事件根本就像是一場鬧劇 尤其身為人質的典獄長 為什麼可以氣定神賢的 接受電視台連線 甚至還有黑道大哥張安樂白狼的出現 這些都引發網友強烈質疑與討論 網友在PTT分析事件始末質疑嫌犯用剪刀就可以 被攜取金玉 典獄長主動交換人具 而人具為何可以接受 總結電視台直播連線也引發討論 如果正理的知道白狼要到 他心情會不會比較好一些 典獄長受訪電話中 背景還清楚聽得見 六位嫌犯的笑聲 會不會比較好一些 網友驚訝地說 全世界最離譜的捷獄還可以 摳印正論性談話節目 跟大家講 現在被攜取的感覺如何 還有網友說 不要再演新聞了 成了綜藝頻道 當時大家都勸你不要回台灣 你回去 你是一個漢子 黑道大哥白狼現身 要求與嫌犯碰面 但復典欲長拒絕 是由白狼得知六名嫌犯自殺 不滿地說 如果法務部讓他進去的話 可能還有挽救的機會 網友就狠批 那麼想進去 當初逃去中國幹嘛 以為黑道治國嗎 監獄被解嫌犯 持有武力大批警力包圍 現場到黑道大哥的出現 看似電影的情節 卻真實上演 高雄捷獄事件 多項疑點 引發網友高度關注 新唐有的電視 張雲廷整理報導 但您用100秒 瀏覽重要的財經訊息 為期兩天的G20財政部長與央行總裁會議 在土耳其一次談報閉幕 華爾街日報稱G20財長在公報中 贊成各國採取大舉寬鬆措施 以提振低迷經濟 這種標態形同對各國推低本幣匯率 以支撐經濟成長的做法表示支持 曾經準確預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明 對於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風險 掩不住擔憂 中國還沒有發生經濟危機 我挺驚訝 但中國一旦爆發經濟危機 會比想像的速度更快 油價下跌 中油累計虧損益高達千億元 不過中油將與日商協和發酵 國內驟風營在高雄領海工業區 成立石化高質化工廠 預計2019年商轉 蘋果以週二收盤價計 市值達22.4兆元台幣 首度收在7000億美元以上 甚至遠超越敵手微軟 台積電市值僅約蘋果六分之一 鴻海市值更僅有蘋果的十八分之一 新調理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告訴您財政部端出了 最新出爐的房地合一稅制 預定在2016年元旦起實施 那麼這個新制度呢 對自用住宅者最重要的是 在房屋住滿六年 而且呢出售總額不到4000萬元 是享有免稅的 但是六年內一次危險 雖然腳還不太方便 財政部長張聖和出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對外宣布 新版的房地合一稅制 奢侈稅宣告退場 現在的缺失造成稅負偏低 造成資源錯誤的配置 兩稅合一不是為了打房 全世界各國都是房地合一 這兩年的特種後勞稅打下來 房仲業已經哀哀叫了 差不多很多房仲業都差不多準備過冬了 所以兩年已經讓自息量差不多自息了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合併課稅 新制度台資住戶 盈利事業單位單於稅率百分之十七 持有兩年交易則稅率百分之三十 並且為了鼓勵自住戶 持有滿六年自住屋賣出價格4000萬以內免稅 舉例來說 若明年買入自住房屋2000萬元 持有一年後賣出賺得700萬 則課徵700萬其中的百分之三十 210萬元 若持有滿兩年 在座賣出則課程一百一十九萬元 一旦自住滿六年後 再交易則全額免稅 保障自住 鼓勵長期持有 讓中產階級租稅負擔不會增加 然後對非居住的部分 餘利用百分之三十 遏止外資的炒作 財政部表示 由於台灣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屋為自住屋 新制上路後 首年影響戶數僅為百分之零點零四 希望藉由奢侈稅的退場 緩步讓已經存在一百零四年的 就有土地稅制獲得轉型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原先省止稅才賣出價格百分之十五課真 新制則才盡力課稅 民團質疑是否是為了土利財團 基本上它是用售價去科稅 那反而這個房地合一之後 它是用交易的所得 就等於你賺到的錢乘以百分之三十去扣的稅 那那個那個稅率的話 實質稅率大概只有百分之六 然後通過的目的是在不斷向 所謂利益團體靠攏的結果下 結果我們的實質是我們得到更多的炒房的空間 目前房地合一稅制預定明年元旦實施 不過由於存在爭議的日出條款問題 如何取得民間學者以及超越黨團的認同 成為財政團隊必須下一步面對的難題 新台電視胡宗翰 沈為彤台灣台北報導 在中國捲入反壟斷風波的 美國晶片大廠高通被罰了9.75億美元 將近六成受訪的美國企業認為 中國經營環境變得更困難了 下集早安新唐人我們帶您來了解 寧意 氣韻 天人合一 中華筆樁精湛工藝 揮摧傳統蘊涵 結合在地精神 揮毫間勾勒緩慢字意新境界 承傳中華五千年文化 開創漢字新生活美學 中華筆樁帶您找回書寫的美好 我喜歡你乾淨收爽 我喜歡你除臭抗菌 我喜歡你舒適透氧 Unitop 組好除臭襪 使用黑金鑽除碳纖維 給您前所未有的乾爽感受 黃霉抗菌持久彈性 海水透氣冬暖夏涼 除臭率百分百 堅持最好環保健康 現在就上網搜尋 Unitop 組好 甲崩的好朋友 泛有產品重視現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衛生飲食的標準 不含防腐劑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雲劑 現代人養生飲食的最佳選擇 中獲罐頭類的金牌獎 用兩獎及全國金字招牌獎 並持著服務 奉獻 健康的經營理念 提升國人吃的品質 更能讓消費者購買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歡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一項決議 準備切斷伊斯蘭國ISIS 通過走私石油和古文物 以及勒索出金賺取的收入 要求制裁任何從ISIS 購買石油的個人或公司 中國對高通開出了 反壟斷史上最大的罰單之後 美國商會調查高達57%的 美國企業認為 中國政府最近反壟斷調查 專門是針對外國企業 有31%的企業指出 今年沒有在中國擴大投資計劃 另外聯發科在中國手機晶片 試占第一 高通被砍之後 刀尖會不會轉向聯發科 來扶植中國的業者也受到關注 國內政治焦點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2016年總統大選是否會合併立委選舉 一直是九合一地方選舉之後的熱門話題 中央選舉委員會在昨天決議 2016年的總統和立委要合併選舉 中選會在下午經過了多數同意決議 2016年會合併總統和立委的選舉 至於選舉日程與相關時程 則是要等到3月中旬的會議之後會公佈 另外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質疑 並選會造成強後任總統有4個月的重疊期 中選會主委劉益州表示 憲政空窗期並不是精確的法律概念 況且就算總統選舉沒有提前 還是會有重疊期間 擁有選舉權當然也會擁有罷免權 而罷免立委蔡正元投票 預計在本週六舉行 格蘭偉計劃的志工在南港街頭舉牌 他們遇上了警方盤查身份 要求就地解散 結果有4名警察壓制其中一位志工 而且強行上銬壓上了警車 這段畫面全被拍下來PO上網 因此網友質疑說 愛國同心會囂張跋扈怎麼不見警察上銬 畫面中志工不滿警察 武明學罪證就盤查身份 原警大聲回嗆 隨後以妨礙公務為由帶回調查 為什麼上課請說 為什麼上課 其中一名男志工被4個警察壓倒在地 靠上手銬粗暴地壓進警車 這些畫面全被拍攝上網 立刻引起一陣撻伐 民主鬥陣發言人吳貞在臉書上怒斥 對比愛國同心會在101前的行為 格蘭偉舉牌變造上銬帶回是三小道理 沒走嘛 哪走 哪走 去告啊 哪走去告啊 我是共產黨派來的打手 對 我還沒有開始你呢 愛國同心會長期在台北101前不斷叫囂 會舞五星旗 言語暴力威脅路人 遊客及靜坐的法輪功學員 甚至直接挑戰台北市長柯文哲 有網友質疑愛國同心會囂張跋扈不敢抓 怎麼不上銬 還有人建議只把這麼強悍 那把這位警察調去101前面站崗好了 而被上銬帶走的格蘭偉志工 已經在律師陪同下驗傷準備提告 機殘員警勤勿量大 固然需要被體諒 但對於警方執法奮計是否公正嚴明 民眾也以同樣的標準嚴格檢驗 新行亞特電視正日報導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9月將前往美國國事訪問 尋求美國合作遣返貪官 被認為將是議題之一 外媒報導大陸與美國官員 8月將再度召開會議 商討大陸外逃貪官遣返問題 中共中央巡視組工作動員部署會 11日召開 決定過年後展開今年首輪巡視 鎖定中石油等26家央企專項巡視 打擊靠山吃山問題 並在今年完成對國有骨幹企業 和金融企業的全覆蓋巡視 中國大陸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金山區政府今天表示 復旦大學附屬金山學校 11日確診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病情為重 自1月以來北京民眾簽名案首映 聲援法輪功學員朋友的熱潮持續不減 目前第二批又有215人簽名聲援 總數達到312人 範圍涉及多個曲線民眾 新常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一起來關心神韻藝術團全球巡迴演出的消息 2月10號美國神韻巡迴藝術團 在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首場演出 吸引了不少媒體記者以及專業的藝術評論家 我們帶您一起分享他們觀賞完神韻演出之後的感動 《輪廣真韻》 Words fail me It is breathtaking, magical, spiritual, uplifting There's storylines to follow The dancing is so synchronized It's just absolutely fantastic Anybody who has not seen this needs to see it Whether you're a dancer or not a dancer All dancers in Cleveland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show 为多家媒体撰写演艺评论的Mark Honning 每年看超过200部的演出 看过神韵之后他惊呼 这是最好的 绝对不容错过的演出 而且形容神韵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无比美丽的画作 I also do photography for a lot of the contemporary dance troops in Cleveland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entire show I'm watching I see picture after picture after picture My finger is taking pictures in my mind It opens up my mind a lot more I'm understanding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an I did before And, you know, music and dance is international And this, the music and dance involved here tells a story that we can all learn from 新唐人记者李欣 美国克里夫兰报道 体量小黄运奖的辛苦科匹说呢 开放93处公有停车场 提供计程车免费停车 一小时的服务 广告过后 早安新唐人 我们带您来了解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经典的耶诞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带您环游时节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亚洲自由车锦标赛在传捷报 昨天亚运国手黄庭英肖美玉在公路赛 替台湾穿金代赢 选手彭源棠也在U23岁男子组拿下铜牌 台湾在一天之内就进账了一金一银一铜 目前是亚洲各国第一 新北市出现了新的地标知名企业总部大楼 落成启用 看好百货业的前景 除了旗下已经正式进驻之外 第一楼层的商场也引进了平价服饰 预计二期商场启动之后 云收上开90亿元 座罗板桥火车站旁 总高度213.4公尺 彩月湖设计人形空中廊道贯穿 号称可以360度全视野进览新北美景 原版型总部大楼落成桥迁 看准新北交通枢纽 原版表示最高楼层将打造成景观餐厅 让顾客一览周遭景色 而在二期商场第一层楼 则将引进服饰品牌GAP以及UNIQLO 同步看好板桥火车站旁 三铁共购的庞大汇流商机 板桥大圆板去年营收81.5亿元 年增17% 二期商场今年在投入营运后 全年营收可上看90亿元 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当然也希望有很大的区隔 不管从建筑体 或者是里面的商品内容 将来的服务 我们希望会在这方面 特别加强有些突破 去年12月润泰集团选择 南港火车站进行注点 回风集团则选择台北火车站 以及市政府转运站进驻 新北板桥区商圈 则又远东集团圆百持下 业者凭卡位抢占交通枢纽成趋势 也带动周围人潮渐潮 新台电视程辉莫 沈维彤 台湾新北市报道 为了减少计程车路边空时 揽客的行为 还有改善驾驶 营运疲劳的状况 台北市政府即日起开放了 93处公有停车场 提供计程车免费停车 一小时的服务 让计程车司机 能够有零停休息的空间 把我们目前台北市 93个停车场 不管是立体的 或者是路外的停车场 93个 让以前计程车司机 是只有30分钟 停车免费 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小时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也简化了原本复杂的 免费停车的申请作业 还会在台北市的 重要交通据点 新增13处 共58个的计程车招呼站 提供合法排班的空间 给司机后客使用 那我们举双手赞成 这种很好很好 但它帮助很大 要不然我们吃饭的地位 有时候常常找不到地方 被警察开单 柯文哲说 将来要慢慢改变 路边招车揽客的方式 改成定点计程车招呼站 和使用网路的轿车服务 我想是这样 如果每个计程车司机 发现他在路边 定点停车 就可以很方便的 它的载客率也不会下降 它就不会在街上空转 所以还是采用 大雨至水的概念 就是用输菌 而不是用围堵的 柯文哲也谈到了 世代运的执行长 预计会在13日上午决定 而世界设计之都的执行长 也要采用公开征选的方式 在这两天上网公开征选 继续落实全民参与的实证理念 新唐人亚太电视如天长黄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看到今天2月13号 星期五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总统马恩走与副总统吴敦毅 出席网路浪潮 新思维严习营 立法院举办房地合一税制公厅会 财经消费的讯息是 华硕远传 今天会举办法人说明会 另外瑞典评价 时尚品牌HMM台湾旗舰店开幕 外界看好这场评价服饰大战 接着我们带你来看到 2月13号的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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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3号的天气预报 2月13号的天气预报 2月13号的天气预报 2月13号的天气预报